护士您好 六一三在哪儿 在前面 好好好 艾米 艾米 你别太急啊 能不急吗 放心吧 没什么问题 妈 艾米 见到妈妈开不开心啊 来来 吃水果 妈 你没事吧 月圆他们跟我说 你被车撞了 对啊 你伤到哪儿了 您看 这儿 还有这儿 都疼死我了 就这儿 嗯 所以她到底怎么了 你们都是病人家属是吧 情况是这样的 你妈在商场开卡丁车 和小朋友发生了碰撞 造成了这个手臂擦伤 其他的地方没事吗 其他没问题 都挺好 你把你手给我看一下 你就这么点上去 住什么院哪 什么 住什么院呀 我这都受伤了 我为什么不能住院呀 万一留疤怎么办 你就这么一点伤 分分钟就好了 怎么可能留疤呢 没错 你们再晚来一会儿 这伤口就快愈合了 医生 我这都受伤了 你就不能上点心啊 好了 好了 您看您要住院 我们也没拦着不是 这样既然来了 就留院观察医院 然后有事按铃 好吧 谢谢医生 妈 你以后能别这么作谣了吗 还有 为什么你从美国回来 不告诉我 我这不是为了给你个惊喜吗 惊喜 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你都把我惊喜到医院来了 你这不是也给我一个惊喜吗 来 跟妈妈说说 这位小帅哥是谁啊 阿姨你好 我是卫风 艾米的朋友 明白了 难怪你不肯回去呢 我为什么不回去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怎么又提这件事啊 艾米 以前的事情和你没关系 怎么和我没关系啊 这么多年一提到我爸的事 你就闭口不谈 到现在我连他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是真的很想知道你们过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 艾米 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我大老远回来看你 就是为了让你来制我的吗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我是不会跟你说的 你就别再问了 每次一说到他这个事情 你就是这种逃避的态度 艾米 艾米